新华保险,1336。H股市值214亿元。A家号H总市值1194亿元,今年1月最高34.2元。 7月低位20.55元。高位回落四成,昨日最低20.65元。首稳低位,收20.75元。趁低流之灾,一年初至今。 内险股中,中国财险2328最出息,累计升幅15%。新华保险回落31%。跌幅仅次于平安保险2318的43%跌幅。 最落后佳选。2.2020年,12月年结。新华保险纯利142.94亿元人币。在疫情年只未跌2%。在此盈利基础之下及股价大跌之后。2021年业绩只要没有倒退。应可获得市场收货。2021年头三季。新华保险盈利119.54亿元人币。 按年升8%。其中第三季较差。赚14.08亿元人币。按年大跌51%。 头三季盈利已相等于去年全年的84%。预测全年赚153亿元人币。 增7%。预测P3.4倍。历来最低,过去6年。平均P12.3倍。现时折让大到不得了。 3.新华保险今年预测PB0.48倍。历市历来最低,过去6年。平均PB1.33倍。现时折让历市过大。 4.新华保险只派末期息。不派中期。去年每股派1.39元人币。大致按盈利跌幅减派1.49元。 预测股息率8.8厘。在内险股中最高。过去6年。平均股息率2.7厘。现时高出6厘。 新华保险现价20.75元。目标29元。潜在升幅40%。野村看39.33元。瑞信看32元。同益家影上月17日。 阿里9988元。市值2.73万亿元。宣布季迹前一日。股价164.8元。 职后大跌。本周一最低123.6元。创在港挂牌以来最低。作收125.7元。 10个交易跌幅于39元。今年以来。阿里累计跌幅46%。远超腾讯700的17%跌幅及恒生科指的28%跌幅。 彭博综合预测。阿里今年预测P16.4倍。 PB2.44倍。 远低于6年平均。按照阿里ADR统计,P50倍。PB6.1倍。 美国股神不非特的老拍档芒格。旗下公司今年第三季披露大量增持阿里。有分析指芒格买入理由之一。 是阿里古值远低于亚马逊、美、AMZN,及京东9618。 亚马逊今年预测P85倍。PB14倍。京东预测P51倍。PB4倍。 阿里即后彭博收集29份大行报告。26份推介买入。 加码等。最高看287元,Jeffreys。最低150元,光大证券。平均看191元。 较现价高出52%。 4?V550倍。 感谢观看